大家好 又缺戰終環的時間 天氣冷到傻了 馮博病病的 今晚放在早上回家 他講的很精彩 但時間不是太多 大家爭取時間 先諮詢一下馮博 有幾件事會講的 有些精彩的事稍後講 有些冷門時事 但其他都殺了身 很多人沒有留意 剛剛有宗醫療事故出了之後 醫生中途走開了 你會發覺有人出來講 一個很過癮的說話 要處罰他怎樣處罰呢 要罰他留在公立醫院 實在是公立醫院是一種懲罰 整個醫療制度 和息息相關就肯定是 但實在現在的變化如何 向前行 香港會發生什麼事 還有我相信 現界政府都肯定會強推這件事 大灣區 那個策劃的影響 對香港的醫療系統 大家知道還是不知道 這件事馮博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先說兩句 是專家 對呀 沒有這麼說專家 上次說完你說 那一招立刻政府就已經宣佈了 不是他爆料 分析性正確 沒有這麼說 剛才我們說醫療產業 其實之前一直都說在涉嫖 之前一些專業的說話 就說給香港醫生上去開 但其實就不成為一個 成了氣候 甚至尷尬地 又是涉事的各位教授 上去搞那間醫院 這裏我上次的編文也有說過 有些新仇舊狠的問題 但就變了沒有這麼更新 好玩一點 馮博講過現在這個大灣區最新的計劃 即實在我們可以怎樣看 即是所謂剛剛現由未 即是在惠州 就舉行了這個 所謂月金日 真的今日 台灣區衛生與健康區域合作大會 區域合作 記住人馬 港方面有九位專家獲興任 梁錦松 高永文 又是重重 梁卓偉 梁卓偉 連高永文都是名字 是專家 前醫管局的主席 管錢的 不過OK 都還叫做一件事 梁智仁醫管局 梁智仁醫管局 梁耀輝 劳力行 劉澤昇 黃金月 似乎港方這一邊都是一些 不是純粹 這些人物委任下來 當然你可以當這些是吹水會 但其實是專家來的 不只是吹水會 即是基本上是頭面人物 香港這一邊的醫療系統裏面 一些頭會 很明顯委任他們下來 就不純粹給了意見 似乎真的有一些東西 是會真的覺得 醫療方面的融合 是擺上一個議程 融合不融合 我就不敢說 但是將香港醫療系統的覆蓋範圍 擴展到大灣區 肯定是 因為我想 底派上次我已經有少少劇透了 相信其中一個有可能發展的方向 中國本身的醫生 所謂拿香港的執業認可 有可能是南進 不過只於大灣區 而香港如果醫療系統擴展 覆蓋大灣區的話 就變成香港的病人服務 和醫療資源 向北走去大灣區 有可能將來是由 香港的醫療機構和專家 去帶中國的醫療服務人員 去服務 在大灣區的香港人 極有可能的 combination 是這樣的 似乎我建議 梁錦松 他就說了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國際醫療試驗區 什麼叫國際醫療試驗區 在廣東地方 簡單來說就是 香港的 基本是行香港的圖 其中一個問題是 處方的藥物 和行醫的習慣 的確大陸方面 就算他學那些叫西醫 那些大陸其實就是中西醫 是混合的 但就算學西醫那個 其實他的習慣上學 可能都會不同 講就是這樣說 所以說 在內地工作 尤其是大灣區工作的 外籍人士 或者港澳人士 其實很多時候 真的那些棘手的東西 是要回來香港的 先前已經分析過這件事 就是廣東 養老的 其中一個棘手的位置 棘手的位置 棘手的位置 就是說他一定回來香港看醫生 所以這件事有兩個方向 第一就是 我們所謂 到底是將那些養老 叫做 養老 做正在工作的人 兩個都有 現在兩個都很明顯 我們說 鋪橋踏路 令到 港人 在大灣區 那個所謂 上次我也說過 你福利不到位 簡直說你福利副通 沒有那麼多位 不當福利 真的給錢 你給了錢也沒有服務 你跟不到人 其實實現不了所謂的 人流 沒有人流 就自然沒有其他流 真的很簡單 因為林鄭爆響口 很明顯地說 先前已經說過 什麼家火 大豬三角 那些好過死內 但是今屆 就輪到林鄭爆響口 就爆了跟歐盟 沒有一樣口號出來 人流 物流 資金流 互通 他是這樣說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人流 如果不通 其他不用想了 所以 一向都是說 什麼家火 深圳的事業也好 你錢的事業也好 為什麼經常都 湯不水 變成另一個東西出來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人 不可能把那裏當作香港 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命制強要 你總不能夠 去看中國的醫生 他們會很害怕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養老問題 就是說 不是做事 不要說高端低端 所謂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說要大規模 將一些在香港 叫做 他有香港的福利權 但是他沒有一個有因 走 你要鼓勵他所謂 叫北漂 北漂 挺好的 這樣說 這個醫療是要的 另一個問題 就是高端那班 就是說 你真的會想 朱三國真的上去做事 那班 相對比較吃香的專業 上面可能需要你那種人才 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都是想這件事 其實始終都是歸雞根究底 就是如果醫療 如果你配套不了 那個命就是要的 最終就是 之前我們上集都講過 廣東養老 就是說他放寬了 那個領取 香港那個 三國金 各方面的資格 你可以在上面長著 都拿 但是不行的 搞不定你發佈 那些人最終都是 因為 不是說你給不給錢 是他的問題 反而有錢 都不敢在那邊 因為 其實大部份 我們知道 那些長期的病患疾病 要用到醫療服務 其實往往是老年 如果他本身有一個 即是經常需要轉 或者是經常需要有人看著他 而他又自然很有誘因 他進去回香港 一直都搞不定 所以公立院迫爆 要睡走廊 這個也是 一直都想 所謂 嘗試跨境享有這個福利 剛剛之前 又出台了那些 所謂的住房 公積金的問題 住房公積金的問題 同工同酬 其中很重要 就是不是金額的問題 而是說 國內是有住房公積金 即是說 僱主要幫你付錢 你存錢 可以供樓 即是供樓 那塊錢的比例 其實可以很大 如果按你那個基本薪金來計的話 到底香港的人 受僱於國內的企業 又是否又無權要求 國內企業 按國內標準 幫你供你那份 住房公積金 之前都出台了 就說 是鬧了嗎 其實要的 是說的 是說的 過往來說 多數都是 港人上去 你說有些相對比較高端的 其實就不需要 因為本身整個僱傭條件 可能本身相當優厚 但現在我們在說的是 我猜它不只是說 一個這麼極端的情況 正在說一種叫做 大勢 即是說 你一般人都可以做到那件事 回到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上次其實我們帶出了這個話題 一跳跳到講細節 我怕觀眾跟不上 為什麼我們會說這個話題呢 就是 你現在經常爭論是爭論什麼 又爭論是一國一制 還是一國兩制 到底你是一中 還是香港又高度自治 經常爭論這件事 其實我們的理解 要是馮博和歐洲 我們所看到的 除了你這兩個極端的情況之外 你還有第三條路 也就是說 你的重疊與互通之間 能否做到一個 所謂互不干涉 或者互不侵犯的前提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試驗 我不是說贊成或反對 我有一個很冷血的男人 我純粹有一個技術上的分析 就是有些事情 其實你是不能夠避免的 你想尋求一個解決方案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 既不踩一國兩制 又不踩一國一制 就不要搞到高鐵這麼尷尬 你明白嗎 有些事情是會互通 你走不走的 正如歐盟一樣 你沒有可能人流物流資金流 盡量互通的情況下 你那個邊界會保持不變 你那個國民的安全也好 你的福利也好 資源也好 會不會有受影響 當然會受影響 變成你如果不走歐盟那一套 你真的要做一件機會 走得到一國兩制 應該會是怎樣 所以變成怎樣 用了實驗區 剛才強調大家留意一些時間 就是實驗區 他不做這個實驗不行 所以變成我其中一個 可能見到的情況 第一 我們是有可能要引入中國的 所謂服務人員 不過不會踩過來香港 那停在哪裏呢 好了 好了 香港人 你看到現在的煙煙爆了 你怎麼算你都會爆了 好了 如果你擴展香港的醫療服務範圍 用納粹德國國國法 叫生存空間 你擴展香港人的生存空間 大香港主義 香港威風 不要緊 那問題是擴展去哪裏呢 為什麼那裏有一個很過癮的 重疊的地方 我不是叫做Twilight Zone 重疊的地方 其實下來下去 就是在說 你整個珠江三角洲 那個規劃會發生什麼事 不是說我們不讓人規劃一回事 要反過來 你有沒有權主動提出 到底你想怎樣搞 先前有人搞大拋和出來 不可以的 老董 就無緣無故就香港備定位 成為這個所謂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樓樓 笑到滾在地上 你見到林超英出來給月少女 是臉兜來的 三個臉兜 三個臉兜 是故事 結果那樣搞到什麼大頭髮出來呢 就是因為那個策劃是失敗的 結果搞到你鑑速搶了深圳的高鐵總集來香港 高鐵那樣的爭取出來 就是這樣爭取的 基本上就是拍腦袋工程來的 就是有人認為交通的樓樓應該是這樣 就完全不理會一國兩制 實在應該怎麼行 所以這次希望真的吸收到教訓 我不是說抄出歐盟那一套 但起碼找個專家 即是梁卓偉 專家才算 一起出來量度 到底如何在擴展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前提下 既不踩一國一制 又不踩一國兩制 中間如何著迷 這是很有趣的 梁錦松 即是許開名 他出來講 相信這個應該是一個 似乎是 已經想過度過的 有兩個得意 比他要參考 另一個就是 醫療執業有一個特別之處 其實是需要受到法律規管 所以必然牽涉到一個 醫療事故的說 哪個殺場 補免又怎樣跟 到底香港醫生上去執業 到底要跟哪一套 醫療租界 但是他又不是完全租界 租界試過 由劇透到第二件事 澳門和珠海合作方式 真是採取租界模式 國內也是這樣說 真是把這個橫琴的開發區 做了五十年的租約 租了給澳門政府 珠海的地方 填出來雖然是新開 但是租了給澳門 然後在一個封閉式管理 裏面 尤其是可以看到 澳門大學那個圍場範圍裏 是行澳門法律的 試過有人爬場 偷東西 結果拉了送到澳門那邊 澳門那邊審 還有澳門那邊坐牢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中國不敢試這些東西 好過人家 中國是好夠僵的 他被人說他搞租界 他照搞 走到就可以了 所以變成其中一件事 這個大拋禍就是 調回香港無權做租界 立刻高鐵出來玩死自己 反而這件事不及得澳門 如果你說現在大灣區的規劃 他不是採取橫琴模式 講清楚這件事 他不是採取橫琴模式 他不是把整個大灣區租給香港 然後順其哲行香港法 如果你說橫琴模式 國務院都過得到的話 試驗如果是成功的話 其實沒有說不行的 但他又不是行這套 為什麼呢 因為第二個問題是來的 雖然說你有事害法權 但裏面那些東西 真的變成你的東西 入得來就是你的了 同樣道理 那邊的執業醫生 又可不可以過羅湖橋來香港 不對等 你沒有辦法對等 不是說不對等 是你沒有辦法對等 就是說 如果是封閉式管理 是可以 但如果不是封閉式管理 是半開放式管理 雙方有所謂二線 明白嗎 像深圳一樣 深圳有二線的 所以深圳才能成為特區 這是第二個建議 就是浩濤生物 就是在香港的地方 香港租給你 對啦 就是他容許內地的人員 以不需要過關的形式 建議就是這樣說的 那對日大和撞了一板 東北發展貓和金 就是這件事 河濤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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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你最終目的地在上面的話 是以擴展來計 似乎第一個就是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似乎就是用環球模式 類似 但又不是完全 因為他的而是不用租約形式 將整個大運租給香港 不會 這個獲也不是歸香港 很重要 這個獲也不是歸香港 這個只是醫療方面 其中一個視點範圍 是一個視點範圍 其實他在一個有限範圍裏 其實他怎樣一定要畫這條界出來呢 因為這個是牽涉法律管理的問題 真的與法律有關 對 因為真的與法律有關 到底哪邊的法律管理的醫生 而跟著法律下來 有很多其他東西 所以為什麼你會發現 阿松會抱頭 他管錢 正如你剛才所說 如果出了醫療事故 你保險 很多東西都跟進去 一定跟著 所以也牽涉了 你跟哪一個法律的問題 你會牽涉到一個所謂租界的需要 類租界 好個人的 類租界 我不選擇 完全是一種租界 我不知道政治是否正確還是不正確 似乎變成了 中國又變成了次殖民地 租界都不見了 但是他有自愛法權 你死了沒有 這個好過 自愛法權 好過 但是你不走不行 你不走不行 除非直到你中國本身的法律制度 是跟得上國際標準 那就沒話可說了 問題是 現在剛剛才有一個最新的 不要說醜聞 笑話 經常都爆發 做手術做到一半期間 醫生說要加價 病人說 真的科技先進 拿手機出來 微信支付 在做手術 要你按錢 你不按錢 我就要看別的證 所以支付寶也不只用來叫雞 很重要的 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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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除非中國的法律制度 可以跟得上世界水平 至少不要落後於香港 那你這班人的命仔 有保證的話 相信你有很多事可以解決到 但如果不是 那你唯有用自外法權去解決 他的確是用自外法權去解決一些問題 的確是 那似乎 蕭公你之前 系列文章都講過 這些所謂自貿區 各方面 同謀通商 其實他如果自貿區的概念是work 其實對這些就很少 是啊 自貿區那個work的方式 差不多等於全開放 因為他很過癮 反過來 那我跳一點點 不好意思 自貿區和特區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究竟是特區很不同的地方 有什麼加科呢 自貿區呢 是說明權力保留的 即是有什麼東西的限制我不放 但他不說那些呢 就很神奇地 即將就放了 所以變成你的法制好過人的概念 那個基礎不同了 性與權力問題 Exactly 如果好像我們上次說 中國是 不是叫大陸法 叫蘇維埃 而蘇維埃的特色 就是說所有權力 是收在專政的體制裡面 三權合一的主權機構 這個主權機構叫人民代表大會 在這個人民代表大會 全權主權底下 其實他可以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所謂的成為權力 就在於中央 不在於人民 所以人是沒有成為權力的 所以說 如果法律不容許你這樣做 不明確說你可以做 技術上來說 你是不能做的 這個才是蘇維埃過癮的地方 但如果反過來 他那個自貿區 是反其道而行 純粹是說有些什麼 是你 是有些什麼 是不讓你做的 只是說明這件事 保留了事項 奇緣不說 等於你做得 那些成員權力去了哪 就去了 不在政府那裡了 所以變成了 那個實驗是很大膽的一件事 所以我看了地圖 大家都已經分析過 寫文章已經看完 沒得假的 沒得騙的 你將滿清那個 滿清那個五口通商 那個地圖 一拍拍去自貿區 那個地圖的話 是一模一樣的 走不掉的 這些有經常說 歷史的發展 不會因個人的喜好 而會發生變化 是有客觀定律的 所以現在看回頭 講笑一回事 但的確就是出路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 所謂最新的前線 是搬到大灣區 香港人要擴展生存空間 但是又不想 中國的元素 過到深圳河落來香港 somehow 你中間那個緩衝區 就變成一個新的 治外法權的地方 所以你說次殖民地 我會這樣理解 我不知道 聽到那些人會否激動 彈起 對不起 我的分析 就是這樣 客觀地 他是需要那件事 其實他不需要 他也不會去到這一步 他不引進不行 其實他也要改 他自己知道 另一個問題 也可能打通了 另一個 我們香港醫療發展的 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人手規劃的問題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爭論 香港的醫療規劃 是在服用什麼為主 即是說之前爭論的醫療產業 曾蔭權說的 應該是梁振英完全推翻了 你私營醫院基本上 不放棄 玩死你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有床位 有醫生訓練出來 都應該先去公立醫院 就不應該去做生意 這樣才算 你如果是夠公認 沒所謂 現在問題是失衡 但有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你說 所謂培訓醫生 有一個很重要的張力 其實如果大家 在香港醫療業界 其實有一直是怎樣 那麼緊張 當然是業界保護主義 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case 他經常拿來講 他未必 人人都記得很清楚 就是在 香港在 在2000年頭 經歷了一段 所謂政府財政緊縮的時候 是呀 九七後的後遺症 包括了所謂削減 公共開支 包括醫療開支 腰管的開支 因為一個結果 當時削減了 醫科畢業生的名額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陪伴一個專業醫生 其實就不是那幾年之間的事 是呀 很長時間打 他所謂住院醫生 就是wesitance 他要拿一個專科牌 還要在畢業之後 就是讀了那個 四年醫學家實習之後 很長時間的 還要起碼六年 十年以上 你埋單計算 十年以上 那最大的問題 就是當時有一批 叫做讀完醫科畢業的醫科生 找到他們做 流落了這個 所謂 不是歧視某種的 醫療集團 各方面的 原本有很多醫生 如果政府沒有財政緊縮 應該按部就班 接受這個專科訓練 是呀 今時今日 其中一個專科 我們說是短缺的其中一個原因 短層 是因為短層 是因為短層出來的 你要追十年才追回那個劇 就是信聚吞 其實政府理解 醫管局理解何謂短缺 其實都是供應問題 你的編制 你的錢 你有那麼多錢 然後請不到那麼多人 你就短缺 如果他多錢 就人手不足 其實是這樣 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 是不是所有公立醫院 不同的轉幅 其實他的工時 其實是有很大的差異 就是被忽然的 所以那個問題 就是你會聽到他為什麼 經常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其實他們不同的科學生態 也有少不同 但是當然其實你問 你增加的人手 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捱打一個頭之後 他怕什麼呢 你突然間有彈弓手 所以林鄭她都說 林鄭其實她處理緊這件事 林鄭她說的一件事 就是我將會定了現在這個做基數 然後給你按照人口的增長 是一個延續性的問題 其實林鄭 所謂我們叫收買民心工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針對性 在處理業界一些很主要的訴求 其實這個對公立醫院的醫生來講 或者對整個香港的醫療業界 其實是一個主要業界的一個重要的訴求 就是你政府要令到他可以穩定得到 他的預期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本身那個醫療業界不穩定 你說醫療服務有什麼可能穩定 同樣道理 其實如果他能夠知道了 你將會可以以人口增加 我不會再減你的話 其實他相對對於大規模 增加一些醫科生的名額 其實相對他的抵制沒有那麼強 因為他有信心你吸收得到 顧自然 所以變成政府做政策 長遠政策 尤其是 有些事情你可以說多虛才算 這件事是虛不到的 就是人口結構和年齡結構 你虛不到的 這件事是有數計的 政府財政 你全部是有數計的 所以林鄭出手已經很主力處理這件事 他沒得不處理 當然 我們剛才說回大灣區的問題 到底香港的醫療 是否可以有發展醫療產業呢 似乎 如果北上要服務香港人 到底人的資源從何來呢 這件事是否還會服務其他人呢 這件事是很過癮 因為先前其中一個說法 為何死人梁振英 推翻了所謂醫療產業化這件事 其實之前提到產業化的時候 有一件事就不是完全推翻的 當時香港經濟不好 這件事是真的 古之然 其實是以私大功的 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 有些人忘記了這件事 通過某程度的開放市場 令到私家醫院可以有他自己的生存模式 生存空間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盡量舒緩了公私營的矛盾之後 你私營醫院那個床位的增加 是有機會轉化成為分流的基礎 也就是說 例如說 中產才算 我真的不想去逼這個大房 排長龍去急症諸如此類 你是可以通過你自己的醫療保險 商業地在私家醫院賣位 不過 以前那個失衡的程度去到幾嚴重呢 就是 你中產那些人 就算買了保險 都住不起私家病房 原因就是 他是一個高端市場裏面 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其實他不是大眾化的 其實當初提出醫療產業 這件事 就是希望通過市場力量 將這件事盡量大眾化 有一間綜合的私家醫院裏面 他既有足夠的資源 去服務你一些高端病人 不是高端人口 給得起錢的 然後他在這個基礎底下 他可以再進一步擴展 服務私營市場裏面 本港的需要 所以有一個前提就是 你到底開不開放香港的私家醫院 給外來的人做醫療旅遊 案例是抄到哪裡呢 抄到泰國和新加坡 即使是新加坡這麼先進的國家 他都是作為東南亞地區 一個很重要的醫療旅遊中心 也就是說 外地富豪在新加坡看病 順手療養的諸如此 因為他順到新加坡的醫療質素 在這樣的情況下 新加坡的私營醫療系統 足夠的資金的時候 反過來 新加坡政府就多了床位可以調動 不是給貓的 不要誤會 那些地方其實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都是採用一個 所謂公營醫療保險性質 容资有少許不同 因為其實當地的人 他不像香港 其實他是拿了公營醫療保險之後 他的錢是被人走的 基本上的供應者 政府沒有壟斷 即是說那個供給則 其實就是沒有 原因就是他有條件開放 變成這個有少許雞仙蛋線的問題 那個矛盾在哪裏 香港以前一向都是政府比開 你忽然之間要轉成私營 或者私營為主 或者私人保險為主 是錢跟病人走 政府是不會跟你繼續 不懂的 其實他完全是減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是中央統籌 基本上他計了點數 基本上是封了頂 很集權的 封了頂 基本上他將醫療需求封了頂 透過一個所謂預算停的方式 他給了多少 你最多就給了多少 其實下面的醫生 自己會跟你計數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所謂醫療經濟學的問題 是這種制度打壓自然 你所面對的問題就是一個排隊 是啊 沒有其他地方 因為就是有限 限制供應 限制供應 需求沒有變 排隊 通常用保險制的地方 就是那個排隊 往往你發覺是不用太長的 因為有一個incentive的問題 因為他要競爭生意 一錢跟病人走 老人家的醫療券一樣 你去哪裏都可以洗那張醫療券 自然有人提供服務給你 就這麼簡單 但是有辣有不辣 其實這些在全世界來講 都有幾種主流 一種就是我們所謂英國NHS的方式 香港要跟他 而新加坡其實已經成功轉化了 又轉型了 他轉型了去一個所謂供應醫療保險制的地方 所以在那些地方 他相對容易發展私人醫療市場 所以你發現新加坡沒有一個所謂本土矛盾 好過是 新加坡沒有一個所謂本土矛盾 新加坡的醫院 你會發現新加坡的人 是不介意收到外國人的 原因就是 他不會沒有服務 這個很重要的前提 另一樣東西 都有一個配套 就是新加坡他都開放自己的醫療執業 他會跟其他的醫療 他其實都頗進取的 他不止是教育經理聯邦 他某些大學頂尖的醫學院 他都會照收 他很狼的收集 所以其實他的人手 他一直開放這件事 他在人手上一定有配套 而香港其中一個醫療業界 這個就是雞鮮蛋鮮的問題 如果你能夠拋開一個框框 就是說 簡單來說 他怕什麼呢 其實現在主要怕什麼呢 怕政府經常有錢就開 然後突然間 因為他很傷的 你有一班醫生 你不聘請他做專科 訓練他很傷的 他做得什麼呢 其實是有一班受害者 是血的教訓來的 是影響了我們的 而也不完全用那種陰謀論 是說政府想怎樣 或者醫療業界想怎樣 純粹是政府死蠢 其實是大家沒有想到 可以有一種辦法 叫做 不是叫做雞腿打人家教員 你開放了 其實有機會相信身家 那你就開放那個市場 所以為什麼新加坡 有錢長時間賺 還有一件事 亦都是提醒大家 不用怕 因為剛剛有觀眾問題 是不是引人長 未必一定是為什麼 就是說 你那個所謂 不要說自在法權 只是說 你那個融合程度 你是不是完全無限融合 好像梁振英那隻 這樣說自由行 其實不是的 你看看其實有很多地方 他可以做一個安排是如何 就是有限度執業 問題是 如果你是國內的醫護人員 受香港的醫療機構 然後在國內管 很重要 不是香港醫療人員 這班所謂服務的人員 實際上會不會來香港執業 不一定 也都未必需要 但是你有限度 如果用現在香港的法律 其實你是要指定這個執業範圍 是的 指定執業範圍 因為很過癮 到底香港的醫療規管機構 能否指定某些醫生 只可以在深圳河以北執業 好玩 大家還沒想過這件事 從來沒想過這件事 從來沒想過 問題就是 只能說政府死蠢 其實這是很明顯的一件事 你擔心會不會可以自由行 醫生自由行你就很嚴重了 很明顯不會 亦都不可能 我不知道這班醫生專家 會不會提出這件事 我發覺缺了什麼加科 我還要提一提 不要說我幫忙 補獲什麼加科 這次你發覺有財金專家 有醫療專家 有政策專家 但缺了一樣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這個 法律專家 不是普通法律專家 不同是憲法不憲法的問題 而是一系列的關於這些 所謂規管 執業和醫療資源金融的配套 這班專家 沒有這班人在 希望下一輪就會見到 否則的話 這件事都是吊腳的 下不了地 最重要的是 其實這樣是有可能 打得通 一直我們整個 供應和人手規劃的問題 其實死傑 一直有一個deadlock 就是 因為至於政府 我們香港是真的 其實現在有不同的建議 有些人說 你這麼多錢 不如你整個基金 在這裏 整個以後 往後 中長期醫管的 即是類似未來的基金 即是類似未來的基金 類似未來的基金 他看著盤數 我知道你吸納得到 我就不反對你增加 其實他吸納得到 他對他沒有影響 他沒有什麼大 問題是在金融策劃上面 第二就是 如果你讓他搞醫療產業 香港醫生是分了一杯斤 其實他相對來說 他也知道他吸納得到 其實他的相應來說 戒心就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你的私家醫院 不一定要建在香港 大哥 很多人沒有想這件事 很多人沒有想這件事 私家醫院不一定要建在香港 所以到時 無論你在哪一個位置 做醫療旅遊 你到底是不是香港 有一個問題 怎樣上去 你上去他下來 還是你上去 還是怎樣 其實完全都可以 在這個所謂 新形勢下 其實有些事情 是可以 調動得到 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反而我唯一要擔心的 就是那個 試驗很大膽 是不是 但是已經是 心思熟慮了之後 才做了一個試驗 你明白香港人做事不像國內 國內什麼都敢 跟你先搞試驗 因為他說不行 最多不做 就是那個政策延續性的問題 會不會有香港醫生 這麼暗礦 無緣無故投放五年的時間 去這個大灣區 企圖 試一家醫療診所 試一家醫療診所 然後五年之後 跟你說大灣區 是不行的 不說就沒有一件事 死呀 死的人多 整個系統是跟手 醫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大家忽略了一下 醫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培訓醫生和護理人員 他是一個實習的機會 絕大部份的醫生 未能正式執業之前 他必定是經過這個 實習的階段 他在哪裡實習 就是在醫院裡面實習 如果你不提供這個平台 和機會給他實習的話 你不要跟他說 醫學生培訓 不是讀書那麼簡單 剛才我們都說了 這個大灣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跟我們指息相關 萬一醫療做到 住房又做到的話 其實就有個條件去講 那種歐盟式的融合 這件事其實也是 我猜林鄭政府都會繼續推動的 而這件事萬一發生了 會對大家生活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要看一下你怎樣說好 最終如果你說香港的房子太貴 買不起的話 似乎他都叫做出路給別人 有這個可能性 第二件事就是說 正面一點看 就是你香港人的發展空間 但是好聽這樣說 就是給你走路上去吧 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你的性命財產和自由 是可以得到香港相同的條件保障 你想一下會不會有這麼大的對抗 你明白嗎 因為有時候的作戰狀態 經常說決戰中環 有時候的作戰狀態 是一個假的現象逼出來的 你覺得被人逼到長角 你覺得你的自由受到剝削 或者你的安全受到威脅 反過來 如果你在大灣區裡 都可以提供到 和香港相約的人身自由 人身安全 財產安全 其實這個矛盾會不會小了呢 明白嗎 我就不是說 教大家和平主義 有膠打我很開心 做分析 純粹也是那句意志論戰 如果你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 你明白嗎 如果我真的在確保 擴張香港的自由空間 那你又可以不可以 想到有很多時候 你不可以直線思維 一就是對抗 一就是投降 這不是這麼簡單 在這個對立的情況下 不可以對立 爆端情 很多的組合都可能會發生 知己知彼 始終我們當然明白到 上面 是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潛在的威脅 的確是 但是你都要了解他的對象 第一 他有不決地有不決人 有些事情 其實你覺得很重要 他覺得不重要 對於你覺得很重要 其實他真的不重要 我經常講過癮概念 現在香港炒得發瘋 金融爛民 大哥 不是香港的地 特別興鄉 他不敢把錢放在國內 搞清楚這件事 所以很多的這些矛盾衝突 其實只要發揮少少 創意限制 先前那一任 為什麼搞到這麼大的矛盾 因為有人以鬥爭為綱 大哥 你不融合 就是跟我作對 拿來玩 搞到現在都僵了 就是這樣來的 錯誤地引用這個鬥爭思維 搞到社會撕裂 這件事 我覺得不關香港人事 不關香港的年輕人事 的確上一屆政府 本身要負最大責任 林鄭是否真的可以 所謂的大和街 修補撕裂 看看事業區成不成功 好嗎 好 我們拭目以待 正在發生著 當然我不會說 第二天 那件事成真 但整個趨勢 就是好像我們在歐洲 看到那種情況 真是他有可能夠膽死 他來到 以開餐廳為例 真是 你真是可以在一個 英國的小鎮 真是可以整幾間 不同歐陸的餐廳 由那裡國家的人 開給你 他開到 他找到生意 他就要叫同鄉來做 可以去到這樣的 你想像的就是 以後你香港 但不是對流的 搞清楚這件事 歐盟是對流的 所以英國的 那麼大 反歐的情緒 反過來看清楚 如果你不是絕對對等 不是自由行概念 自由行是錯了 如果你不是自由行概念 而是反過來 有限度執業 自外發權 反過來 擴展香港的範圍 因為矛盾其實未必那麼大 好老實 國內未必都反對 為什麼 你在國內可以提供 香港醫療服務 拍什麼下來 你真是很想跟你逼車 麻煩你 所以其實這件事 要搜尋外套 有很多時候 沒有必要去打一些 無謂的鬥爭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你先避免了它 留一些精力 對付一些比較重要的事 好嗎 這個話題 我們暫時 看看它又如何發展 我們適時又可以回應 剛剛今天才公佈 第二件事 今天又是新鮮說話 這件事很難看 市長就 真是 跟那位先生 之前不知道 事後公佈 同時買了那層樓 心臟病 同時買的 然後呢 底層是相連 他說沒有潛建的之後 於是有一個很過癮的問題 出來了 難道上一首業主 都是這麼過癮的 你老公在旁邊 你在這邊 地底相見 除非是選擇 王泉相見 大家都喜歡玩 高鐵 王泉相見 都是一個二域空間 除非是老屈 地產代理 問題是 地產代理 監管局應該出聲 做事了 你沒有跟客戶說 是有潛建的嗎 所以這一下 那些記者都問 市長 你自己本身都有 大話蓋大話 最重要是 他都有一個工程師牌 他說 他不是那一隻 又說網子 就是不得人看 但有些大話 你真是蓋不到 因為 記者很簡單 你揭揭新聞 已經看到 他搬進去之後 知不知道 在地牢開派對 然後說上面有人爆隔 他不知道 有一宗爆隔案 揭露了這件事 是呀 他都報警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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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你在地牢 在開派對 即是你知有地牢 是開派對的 難道地產代理 當初跟你說的時候 沒有說過嗎 有潛建還是沒有潛建 你不能不說這件事 因為如果地產代理說了 沒有說過有潛建 實在有 人家是有權踢契的 所以上一次新聞 那些朋友們 已經報了這件事出來 你會發現 零零射射射 在買賣合同裏面 是加上了一句 加上了一句 是免責條款 就是說 那個買家 是接受現狀的 通常這些條款 在什麼情況下出現呢 就是為了那個賣方 和那個經紀 不想你踢契 明知你知 就麻煩你踢契 買入的時候 有潛建這句說話 你是避不開的 而且那個合同太著織了 那句 他說的就是 他本身就是假 我以為是可以 他潛台次追 你誰都以為可以 明明那句 是為了這件事 是傻的 如果你的法律常識 是這麼膚淺的話 你做什麼律政司司長呢 我比他還要做 你給我踢 一定踢得整個陰功 所以都很明顯說一句 我想這件事 被人報了一段時間 但是你一上一 確實是你 就動你了 有些東西 只包不住火 你說你太忙 忙到連這些 都沒有時間看的 這麼忙 就不要做律政司司長 好嗎 如果你連這麼簡單的 時間使用都不會 適宜再受培訓 這是難看又不得了的 客觀效果就是 基本上 就是這樣 很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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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香港又退一步 退一步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道德標準又降格 大家記憶猶新 當年唐唐和六八九 針鋒相對的時候 為什麼唐唐會落敗 就是為了地牢 就是為了承信有問題 如果承信有問題 是連特首都不能做的 為什麼可以做律政司司長 只要解釋就是標準降低 唯一的解釋就是標準降低 唯一的解釋就是標準降低了 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好說 因為很明顯 看市長說的話 就是基本上他一定不理這件事 還有有一件事就是 修改議事規則的後遺症 已經出現了 就是原本 二十人就可以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 就不用考慮了 就不用考慮了 現在要看看他 不過不是的 我覺得你真的 具體客觀來說 你成不成立這件事 其實老實說 已經很清楚 我想正常人 聽了他的解釋之後 你會接受的那些 就繼續接受 只能這樣說 假的 我看不到他 應該就是 你唯一的結果 就是香港整體的道德標準 再向下調 沒有最低 只有更低 我們那個問題 就是對上 是越來越寬鬆 對上 他以為是越來越寬鬆 問題就是 那個信任程度 是跌得更加重要的 所以說 其實大律師公會 有一件事 是說得很 好到辱的 就不是說 你那件事 本身是否真的 真的被人捉到你犯法 還是否犯法 而是觀感太差 也就是有些很虛的事 你覺得不重要 但是那樣才是重要的事 就是說 法律面前 你認為人人平等 是一個口號 還是一個原則 原則的事 你很難白紙黑字寫下 是觀感 明白嗎 到底你負責主持 所謂法律公義 起訴人這麼重要 這個姿勢 到底被你管治的人民 是否相信 如果你不計較 信任程度 你就照做 你說好嗎 說沒有空 就來吧 問題就是 我猜很多人會覺得 尤其是 所謂的一個相對 比較保守的 民意 他們會覺得 這些 沒事的 小事一宗 我想 其實我反而不是從一個 所謂 有很多人 所謂的想要民主 這件事 其實不是說 有一個好人給你選擇 很多時候 你跟別人談 他們覺得 有什麼人可以選擇 哪個相對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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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其實不是 有沒有一個好人給你選擇 而是 要執政一個倫理的問題 你是向什麼人負責 如果你是向人民負責 如果你是向人民負責 這些解釋 你就可以不接受 又是你說香港人 站起來 香港人當家作主 這樣叫當家作主 嘩 比以前還要 第二件事 如果你是接受 所謂法律面前 你開始接受到 這件事 即是你覺得 是這樣的 權貴 我們搞不到 在有什麼情況 會有什麼問題 對一般自己覺得 自己是緊守法律的小市民 其實的表面看上來 是沒有影響 但是長遠的影響 對社會的道德是會敗壞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不再相信一些台面的事情 正常人的行為 就要自保 拒絕 對社會進行一個 誠實的溝通 誠實溝通 時事 有些sideline 大家可能是沒有留意的 你真的猜不到 是一個correlation 是這樣的 那個公德心 常說破槍理論 就是這件事 假如說你當眾 扔掉那塊玻璃 都沒有後果 你不要期望 其他玻璃槍會安全 就像在大陸那樣 你看一看就知道 為什麼那些人要 如果每個人 第一件事都不排隊 我為什麼要排隊 如果那些官貪得 為什麼我不貪得 這個很簡單 很簡單 他影響到 我剛才說的那個誠實 就是 你如果做一個誠實 你就會昂糕 你正在懲罰他 你正在懲罰手法的人 於是那些手法的人 就是昂糕 他唯一不犯法 或者是他不敢 或者是昂糕 不犯法 他只會令到你 這個所謂不誠實的體制 結果就是 將手法的好人 變成昂糕 而所有稍為正常的人 就會想辦法 去不跟你遵守 台面你說的那套 官面堂亡的功德 香港人包括那些 古惑仔DNA 英國都能治得他們 為什麼 香港人從來都是古惑仔 問題是英國都能治得他們 問題是為什麼 為何能治得他們 其中一件事 起碼上面那些 你真的看得到 他都正在跟 你要相信他 你看到他真的會跟 起碼自己在上者 對自己的約束 所以其中一個 英治其中一個很大的拘野 就是在位者對權力的理解 是有一點點不同 是完全不同的 是一種很微妙的分別 就是對於在位者對自己的約束 其實是有很大的分別 他意識也有些約束 是無形的 港英當然不是民主 是傻的 他是傻的 他是殖民地政府 是的 他本質是一個威權政府 對於法治 他不敢越善 即是說 沒有民主有什麼情況呢 沒有民主的地方 就是基本上 法律是你沒有分定 但是呢 有各有兩種不同的情況 英治的情況 雖然你沒有分定法律 但是那個執政者 他定完法律 他只是守 沒錯 這是很大的分別 這是最大的分別 這是最大的分別 什麼叫法治 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你不要跟我說 因為你是高端人口 所以有權可以不得下 而這個民主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令到立法的權 都在你手上 是進一步保障這個法治 但是是不是代表你沒有完全的民主 就不一定有法治呢 有些例外 說應該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外 但是這個官乎 絕大部分人類社會 當你沒有民主的情況下 其實法治最終都是不會有的 是啊 其實已經很過癮了 所以當年有張旗票開了 張旗票就說雙普選 為什麼 因為根據英國人和香港受教那一套 因為你有民主做前提 英國起碼早加油 在遙遠的規範下 你起碼在這個民主的空間 是有一個基礎的 所以當你開了旗票出來 說香港可以有雙普選 自然的港豬就不會抗拒你回歸 所以民主回歸中間是一個很長的空間 因為你答應有民主 所以有回歸 你不要跟我說 因為你肯回歸 所以有施捨民主給你 不是這樣理解的 這是一個奇票 到現在還在彈 你明白嗎 你說沒有後遺症 是假的 人的質素在下降 這是真的 其中一個大家意想 想不到這麽變態的地方 是什麽加課 你看看現在的血腹 經常告急是什麽一回事 香港人是沒有了公共性 好少人留意這件事 香港人沒有了公共性 如果香港人沒有了公共性 沒有了公民意識 你還是在香港 其實你只要認識國情 我覺得你會理解我們港民 你明白到大陸人 正常私底下跟你溝通 他們表達出來的世界觀 你會知道在傳統的 我們這個華人的社會 其實基本上為何只能夠 所謂武功德深 其實他不是壞人 不要搞錯這件事 但千萬不要搞錯 其實這些理論已經講完了 同心緣 由自己家裡抗亂 對自己認識的人 你會發現一些傳統的環社會 對自己有是好好的 好過香港人 其實有人情味過香港 因為他 好像你說的 其實同心緣的概念 最早變得出來的 李忠吳那本口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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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做這個 自我的所謂的重心 就是說你由自己開始向同抗 退恩的 余卡倫來的 余家就是這樣 一模一樣的 問題是這種心理狀態 在什麼的社會環境下出現呢 就是說你只可以靠自己 外面不可靠 你就為了向內尋求安全 同心緣是這樣出來的 你不會在一個 你素未謀面的人身上 找到那個安全感 所以變成了 李忠吳那講法叫做 心理力學 那個向心力的問題 向內 內聚 是這樣來的 其實就算你沒有在大陸生活過 如果跟我們年紀差不多 有讀過這個 還是高考時代 社會學家 還有金耀基 還有一堆 說了一堆 你應該都知道 其實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一般的環社會 傳統的環社會 顯得出沒有什麼功德 是有原因的 因為你如果有功德 你就會昂咎 因為你會昂咎 你會昂咎 為何不排 為何要排 我都覺得 你排隊真的昂咎 你真的昂咎 他越來越走後門 傻的 現在你進入港鐵 你守的規矩 你都說自己昂咎 你見到那些 我不知道他從哪裡來的人 你站在那裡等 因為別人下車 正常香港人 你還要分開兩邊 你總會有些人站在中間 去攝理位 那怎麼辦呢 你繼續做紳士站在那裡 你就昂咎 你跟規矩不能昂咎 如果你的社會 是令到 即是好人也 不能不犯規的話 你的社會會失敗 很清楚的 好的社會制度 就是令到壞人 都不能犯法 而好人都不予被迫犯法 一個好的制度 就是令到 最好的制度 就是令到 壞人受到懲罰 而好人可以做好事 就是壞人不能做壞事 你都被好人做好事 你都被好人做好事 我們知道 我們不是所謂 泛道德化 我覺得西方人社會 他看這件事 相對比較成熟 他不是尋求你個人的道德性 他總之不是說這件事 是公共性的問題 就是他基督教文化 假設人是有罪性的 很重要的 這個分野 然後他才會說 既然人是有罪性的 他又不是傳統法治所說 即是法家說那種 他意思是說 你要建在人的罪性上 你要建立善的話 你要怎樣呢 你一定要創造一個環境給他 而這個環境 令到你覺得公眾秩序可順 是的 是令人覺得可信 所以這件事是說 法律界是說得很倒骨的 這件事是說 你即使不是說犯法不犯法 但是 官感太差了 你聽的時候就很虛 反過來 你用一個社會經驗來倒推出來 是真實得不得了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是 你說香港是一個三權分立法治地方 有多少個平民百姓 會真的走過法庭看過你 不會的 他是一種觀感 他相信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 我們常說的 Emergent Reality 這個是一個 perception 所以 你不要說是一種迷 一種想像點 是需要的 其實這個 是需要的 即是說 其實是一種社會信用系統 是信用系統 如果你令到一般人 都可以從一些 這麼表面的事件 就已經知道 可能發生大規模的 有人是有法 不依可疑 如果他可以 為什麼我們要相信那個警察 那問題變成 別人相信了別的事件 就是有權就可以不依法 所以 為什麼我們以前 所謂比白更白 因為你是公職人員 原來我們香港的反貪法律 一般人 基本上是寬鬆過官的 你已經收入了 是調轉來計 不是寬鬆過官 是調轉來計的 你看清楚英國人 立那套 防貪的法律才算 他拿走了一種很重要的 無罪推理 那無罪假設 就是你做官那個 公職人員 只要你的收入 你是解釋不到你的收入 你就已經當你是貪污 對人民是不會這樣的 但反過來 對人民公眾 是不會apply這樣 他只是apply 公職人員身上 看得到英國的法治觀念 不是說 口號說要比白更白更簡單 而你做得公職人員 你就要令到別人信你 你是要解釋得到的 還有你做一個批判 你是不需要這樣解釋的 沒有的 無罪推亂 證明我有罪先 但你做官是不行的 所以很明顯 當權者 至少對他整個團隊的約束 其實是強的 是反映他的思維 如果不是英國都當年 就不會立法的防貪條例出來 所以 連這個 為什麼要這麼緊 為什麼要冒著當時 有警察 甚至要這麼大的反對 有槍 很清楚 我建立不了這個信任 其實我沒有可能 可以管治下去 也就是說 你不可能用強權 去管一個社會 一舉講完 其實是管治質素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你下面的人覺得 為什麼 我講完這些 其實我真的講這些 給一個大陸人聽 在英國問我 佔中的時候 講很多這些 我講幾件事 講貪污他們最敏感的 你一講完貪污 他就明白個案子 很簡單 你只要代入我們 在七十年代 經歷了一個什麼事情 你就明白 為什麼要暖英 那些人 很簡單 你要搞一千年都搞不到 別人五年搞定了 孫中山都講過 中國數千年來都做不到的事 英國人幾十年搞定了 老實說 英國人打貪打了幾年 公共性 真的打打五年 成立廉政公署之後幾年 都搞定了 幾年搞定了 他有一段回歸 四五年之後 戰後一段時間 都是相當的猖獗的 有一段時間 那段英國人 都有一些 我去理不理 處理不了的 六七暴動 他真的處理 然後真的五年幫你處理了 而你是每天 連連說要打貪的 OK 而你永遠都繼續有貪 到底有需要 又有另一群貪官 我說 這個很實在 我說 其實法治 對我們來說不是口號 不是那麼抽象的事 老實說 最簡單就是當權者 受到幾大的約束 其實這個是最重要的 而你有沒有民主 對香港人大部份 其實不是那麼緊要的 應該就是大家 在我們講英國的生活 享受民主的好處 但不需要付出那個代價 民主的好處有什麼加科 不知道就是你的法治 法治建基於什麼加科 英國人是有這一套 是移植了過來的 是隨著殖民制度過來的 但是正正就是 你隨著殖民制度過來的 你一聲說反殖的話 你連這個人也扔走 但是這個問題 會不會死大 所以這件事是 環環相扣 而對於一些本身 不是身為一個法治 而是人治的地方 其實他對這件事的敏感度 其實是很低的 我想說 他不明白為什麼 你覺得這件事 值得你去 對我們來說 這件事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 隨時是比你所謂 是否中國人 所以這次你的法治 而回到大陸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認不認知 是天 即是叫什麼 大是大非 但是對於在香港 我們這種文化體系 出來的人 其實那個大是大非 是當權者受多少人 這就是文化衝突 所以德達利斯公會這次開聲 講了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馬道立都講了這件事 香港成功的 檢記物價方 而他講的最有趣的事情 就是基本法 只關乎普通法 我指關乎普通法 我指關乎普通法 基本法你怎麼理解 就是香港只會用普通法 習慣法去理解 你一言九定都好 總之我就是 基本法是這樣寫的 香港是保留這個習慣法 大哥 你想怎樣 包括對本法的理解 其實基本法對這件事都處理了 你看看基本法怎麼寫 是有權的 上次梁柚安中央也再次去討論 他也有需要再解釋 我說我是授權利用普通法去理解基本法 所以權都在我身上 類似是這樣 所以大家經常理解 常常說法治也好 常常說安定繁明也好 尤其其實有一個很重大的前提條 當然是法理 如果你根本不明白法理是甚麼一回事 反而法治變成空口說白話 其實法律當然在這裏 我們常常說都口水 搞口都臭 所謂以法治國分別 但我覺得這不是很抽象的事 還有我覺得這個有個後果 即是說可能你短時間 五年十年你未必見到那件事 一個很戲劇性 我們的生活又很大 但那件事會蠶食的甚麼 就是我想說的 你到底令到這個地方的人 是不是想做好人 會不會那枝昂糕 即是最後就是 我做一個在地鐵 肯站在那裏肯禮讓的人 會不會那枝昂糕 如果你令到我覺得有這種觀感 而當這些真正手法的人 變成小數的時候 那個社會就玩完了 而你要重新建立這件事 可以你永遠建立不到的 不知道 要花很多時間 你想想大陸那些 你認為他能否建立得到 他要透過另一種方式 他要拘除低端人口 多建立不到 所以大家值得想的 我覺得很多人去看 所謂你的暫方立場 我覺得我又不是從一種 叫做正邪對立 我的理解在社會上 因為我是讀社會科學出身 我們就從來不從個人的層次去看 你是好人壞人 我從來不敢看 我看過 大部分人其實是一個環境的產物 而你製造了什麼環境 就很重要 而你永遠看這個所謂統計學 永遠說有5%至10%的 都是支持人 是extreme cases 有些聖人有 在什麼環境都有些聖人 擺他去什麼環境 他都是好人 也有些叫做結奏之徒 你給什麼環境我都是犯法的 有些變態人 但大部分人呢 其實他是在看這個環境 我做好人會不會受到情報 問題是這個所謂轉移的問題 你不會即時發生 但是會發生 是會蠶食一個社會的文明 令到那些人的公共性 我去捐血 這個地方 然後最後 如果我假設我的血 我不信 你不能夠令到我的血 信任 我給的血 其實是會很合理的使用 你不會 起碼你沒有辦法令人覺得他值得犧牲 我為什麼要為你而緣故呢 我為了什麼人呢 那你是公共性的問題 你不覺得 那些人不覺得要為社會犧牲 而這件事最後是所謂社會團結問題 社會凝聚的問題 共同體的基礎在哪裏 而最後 現代社會就是 為什麼他能夠把那麼多人綁在一起 因為 基本上是以公民權益 現代社會民族 現代的民族國家 現代民族國家 其實他是以一個所謂人權 然後公共同體 說得難得嘛 共互相尊重 就是這樣 而你會發現 在那些地方 相對他的所謂 吸納性是比較強的 當然不是說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會見到的就是 一個地方 其實不只是看一個 好語話 其實基本上 人只是關鍵 而人最後是什麼 驅使他覺得 我做一個誠實的人 是對得住自己呢 當然是你不可以 令他見到 覺得很多人 只要我有權 我可以不守條法律 即是你給個什麼榜樣人 人就學 這個其實傳統的 中國的儒家 都不是不說這件事 讀二十語言都看過 你想小孩子 將來變成什麼樣的人 你就給個什麼樣的社會 就是這麼簡單 而香港我覺得 其中一個最大面臨的危機 就是 大家都開始不斷地見到 當然有些人就說 只要我不給新聞 你看就可以了 我叫你閉嘴 大家相信社會很美好 他只能夠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能夠在這部分 去約束上面的當權者 或者那個體系 你只能夠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令到大家維穩 令到你要捱住相信 愚民 令到你覺得社會很美好 很和派 你只是強制維穩 但是實際上 你一萬一萬 就算很簡單 你只要向深圳和爾巴再看一看 其實 是不是真的 那些人蠢到會相信 那套官方的美好的宣傳呢 那下面的人 如果他相信 那就是雷鋒 是不是 這麼簡單 有一個很過癮的 循環論述 那個循環是怎樣的呢 就是 你自己說謊 你都知道 他知道你說謊 而你都知道 他知道 你自己說謊 對 對 那樣的 脆性平衡 就是這樣 有什麼意義 大家反 都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這個社會的信任基礎很低 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到 其實老實說 我不覺得在一個民主制度建立之後 社會會變成完美 也不覺得有民主的地方 就一天光光 是方向問題 而是我們會見到沒有的話 就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是會建立不到的 一些我過往 不知道為什麼 在沒有民主情況下 竟然你有的東西 是會沒有了 這個才是最拿命的地方 你要爭取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大家千萬不要搞錯 不是說哪些好人哪些壞人 在我的角度來講 其實是一個一般正常的 正常人 正常人 其實不是關於你是一個好人還是壞人 是我們整個社會集體來講 建立了一種什麼的社會環境出來 而令到維護他人利益的人 是得到 不要說回報 起碼不會成為暗狗 如果你覺得那些人可以犯法 然後貪錢 或者細緻到 我排隊攝理打尖 然後你是他人不會有任何結果 我真的試過很多時候 我不是鼓勵其事 不止一次試過 你發現 你在香港和一些鄰近地區的人 打完你 知不知你覺得你是傻的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取笑你 站在那裡傻的 而他放了 他覺得自己聰明了 他賺了 我放到你的位置 我就賺了 很明顯的 當然有一種說法叫小龍DNA 但其實我想說 如果我們整個社會 由微觀到宏觀 都是有一種倒退的話 其實是 蕭公公審問 那個螺旋式的下方 是可以很快的 崩潰是可以很快的 你這個不介點什麼時候到的問題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這些所謂表面上 你覺得 將投票權不是很重要 但其實他的作用 正諸於人類過往幾百年的發展 似乎是人類社會 完全比較可靠 可以約制到的當權者 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用了一種 叫做犯道德的方式去 不要必要 不是求諸於個人 而是我們客觀 求諸於制度 求諸於人類社會 實際上 其實你要看歷史也知道 我們一直在儒家文化 都在講你自己 是不是不成功 對不起 我不是說他那一套不好 但是他要建立一個 有公共性的社會 是有些很明顯的文化元素 是缺陷了 是我們必須承認中華文化 有些東西 不是我自己產生 我們是必須要進口的 我覺得很簡單 而那個東西 是不是會影響到你 你是不是完全跟著 我覺得都不是 以香港來講 香港過往都是一種 將中西文化 就是叫做相 香港很神奇的 香港是 真的做到 你說這個百多年 做到最成功的文化科 證明了有些東西 是挺普世的 就是對華人社會 有些是有效的 即使對華人社會 都有效的 我說服我大陸的朋友 英國殖民百年香港的教訓 最重要的是 其實華人社會 某些你覺得社會的問題 並非因為你是華人 先天不能解決 只要你有了合理的制度 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大部份太陸人 如果你是知識家 聽完這句話是很開心的 其實是很高興的 是很高興的 因為 做到就算了 因為我說 已經辯護了香港殖民的經驗 而他覺得你不是我的朋友 其實我不是說我們有給你的優秀 只是事實而已 只是事實 而我們從口實說 殖民的經驗下 有哪些人真的喜歡英國人 英國人其實是 你問我喜歡 我是喜歡跟中國人相處 多過跟鬼相處 他知道 他優等民族 他不會理你的 但問題是 你不能不否認 在他們那套文化 那些事不是想說的 他是 人類社會實驗 他們流血流得很厲害 人家已經給了學費得出來的客觀規律 其實你尊重他 你採用了他 解決到你的社會問題便可以 其實真的是常識 有些人不懂 有些人不用常理 我覺得我不是看你的人是好不好 他是不用的 他現在當你是港獨 很害怕 什麼事 要求人手法原來是港獨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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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今天晚上就這樣 真的 你看到 馮國要休息一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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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有少少休息時間 沒事了 好啊 拜拜